中国历代王朝都严防厮守丝绸技术外流 怎奈家贼难防 汉朝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 丝绸这种中国独特产物开始进入当时西方国家 一度引发了各国的疯抢 那种疯狂绝对要比现在中国人抢苹果手机还要疯狂 作为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自然是不允许这个绝密技术流传到国外 当时我们的老祖先的这种专利意识还是强的 对于这种技术的管控十分严格 但让人唏嘘不已的是 丝绸这项技术还是传入了西方 试想一下 如果这项中国的独门绝技不外传 现在不知能为中国创会多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残 骚丝绸的国家 古代希腊人 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 也就是丝国 其实养残和骚丝是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 既然这玩意儿是蝎子拉屎都一份儿 历代政权对于丝绸的制作技术 尤其是养残技术控制得极其严密 那到底有多严格呢 西汉 丧子和残种根本就带不出边境 即便达管显贵也要仔细搜身 休想偷运一丁半点 古罗马的大奴隶族 都把中国出口的丝绸视为无上真品 其价值昂贵到令人折舌的地步 直到五世纪 他们还不知道那些美丽 光柔的细丝是从残宝宝的嘴里吐出来的 后来当西方人知道真相后 不知道惊掉了多少下巴 这里推荐你一款石墨西残丝背 残丝稀透气 清肤舒适 石墨西抗菌除臭加强循环 顶规材质给您绝佳睡眠体验 石墨西残丝背 西施透气 四季恒温 天然暗基酸 现在可以点击版主叙述栏连接 前往东森购物购买 中国人只怕老外知道其中的秘密 就连丝织品历代朝廷也是严防死守 甚至清王朝还严格限制出口 阳商只准贩运数额有限 档次较低的胡思 上等胡思和丝绸制品 禁绝外运说白了 就是好东西自家人先用 这种枯似现在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做法 一流汽车供欧美 二流汽车归本土 三流货色才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哥们 即便三流货色也比穷哥们的国货硬 生气也没用 这就叫电大欺客 近乎霸道的招数 古代中国人早就完胜下了 那么这东西又是怎么传入西方了 既是奇货可居 惦记这种技术的外国人就多得数不过来 他们都处心积虑想窃取到这个中国当时的顶级机密的 这其中想得多睡不好觉的就是西域人 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 因为离中远近 所以自然就想得多一些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 驱撒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残 曾向东国去要桑种和残种 遭到言辞拒绝 东国国王为了防止残种偷运出境 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 大唐西域记上没有明确东国是哪里 可能指驱撒旦那国的东陵小国 或者就是北魏 为达到目的 驱撒旦那国国王要求和东国通婚 获得应允后 派去迎娶的使臣便秘密地告诉公主 请他设法带些桑种和残种来 最后 公主把桑种和残种藏在帽子里 出境的时候 没有仔细检查公主 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 就这样被悄悄地倒出了边城 大唐西域记中还说 陷在麻舍那座残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 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公主本就是一个妇人 哪里懂得那么多政治 觉得不就是带的东西也没啥大不了 这位公主将残卵藏匿于头世 桑种混入随身携带的草药中 又将几位女骚司公化妆成自己的侍女 成功地将桑残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 带入了这个瞿萨丹纳国 当时 对西域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唐帝国尚未诞生 而掌握着中亚和西域地区控制 全的是强大的萨山波斯帝国 因此 波斯也很快就获得了这项技术 这真是让人觉得可惜啊 一个女人毁了祖先千百年严防死守的商业机密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